我在研究的 現在目前大家看到我在研究叫 東池代四地木地區再開發事業 那麼這個整個區域呢 是在原來 這附近是有很多這種小房子 木造的房子等等的 所以他整個做一個 再開發的這樣子一個規劃 那這一棟呢是 所謂東池代四地木地區再開發事業 在這裡 會用這個 是他另外一個開發計畫 這個開發計畫大體上是 地上31層 地下一層 那麼 這是完全的 就是說一般的公寓 可以住非常多戶 大概是 看起來好像是600戶的樣子 好 可是這個呢 各位這樣看齁 其實 它是 在這個我住的飯店 我住的飯店這邊 就可以看到了 那麼這一棟就是剛剛我們研究的那個 一般的這種公寓 那另外這一棟啊 就是他們在作為2008年可以成立 那麼 在這裡面呢 他還要規劃這個圖書館啊 新中央圖書館 以及呢這一個戲劇 有這個劇院 那裡面可以作為文化交流等等 那遠遠的那個地方 那遠遠的那個地方 東京 胡子大學 的上方 有一個遠遠的長得像黃瓜一樣的建築 看的比較不清楚啦 不過我們 這一棟也是新的開發案 就等一下 今天啊 還是明天我來去研究一下 那我比較感興趣的是他這個屋頂花園 這是在 Sunshine City 的下方 會看到一個屋頂花園 好 這樣 回去以後呢 我自己來找這個時間 再來 好好研究 這間建築 這是 日出公園 那麼你往上看 這整棟呢 就是池袋的改造計畫裡面的 非常多祝福的一棟大樓 這一棟叫做 Old Tower 也就是他們四定木 池袋四定木的改造計畫之一 可以看到它這個從平成五年到平成二十三年 換句話說在中間呢 歷經了至少十九年的時間 那麼都市的開發計畫呢 就是必須要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來完成 所以我們台灣齁 都沒有什麼長久耶 至於黃金十年 這個應該是入口的地方 這個也是四定木改造計畫之中 這個中央圖書館以及它的新建物 這一帶呢 因為過去非常多的木造房子 所以呢 政府來再進行一次的改造計畫 這邊這一棟呢 在中央圖書館的旁邊 它是叫Ryce City 這是好像是駐商兩用 那這是整個日本是一個資訊社會 所以它在旁邊呢 有關於路標啦 我們看一下它的裡面的店家啦 這個資訊都非常的清楚 是磁帶四定木改造計畫 各位看到這一棟呢 它是Ryce City 這邊是中央圖書館 那帶過來那裡呢 遠遠的是六十層大廈 這下面呢 這一個白色的部分呢 那個是我目前住的飯店 那這個是它的住宅計畫 這邊是它磁帶的豐島區的中央圖書館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喔 它從這裡走下來 會通到東京的磁帶車站 前衣站附近呢 就有一個腳踏車的停車處 那24小時是100塊日幣 各位要知道 東京是一個騎腳踏車的人權都市 不是像台北 只是一個騎腳踏車是休閒 所以兩個都市的市民的這個認知呢 就差很多了 那是大學们 要不見 這就是有多遠個月